歡迎加入1800新聞1點0的新聞直播 大家好 我是王欣怡 今天是週五提醒您下班時間了 外面還是非常的冷 如果外出的話 一定要記得多加件外套比較保暖 那麼也歡迎各位觀眾朋友 持續在留言區跟我們一起留言互動 討論最新的新聞話題 今天新聞首先我們先來關心 國際的重大消息 也就是以哈衝突目前的狀況 我們知道哈馬斯再度對以色列 發射了所謂的火箭彈 這也讓台拉維夫的空行警報又再度響起 而且現在也傳出哈馬斯呢 在海外大舉征兵 而且鎖定的就是黎巴嫩 聽說他們要成立所謂的洪水先鋒隊 而根據美國掌握的情資 其實在以哈衝突爆發之後呢 哈馬斯在國際間的形象 由黑翻紅 他也擔心這可能會再助長國際恐怖組織 以色列台拉維夫周四再度響起空襲警報 空中傳來鐵胸攔截哈馬斯火箭的爆炸聲 法國上議院的議長拉瀉剛好訪問當地 空襲打斷他跟以色列在野黨的會議 趕緊轉移到避難所 幸好這波空襲沒有傳出傷亡 哈馬斯至今還是有能力發動火箭襲擊 甚至打算在以色列北方鄰國 黎巴嫩招兵買馬 成立名為阿克薩洪水先鋒隊的武裝力量 傳出許多黎巴嫩人義憤填膺想加入 但是統治勢力卻極力勸阻 聽得出對哈馬斯心有忌憚 這是因為哈馬斯在國際間的影響力 不減反增就連美國的情資也提出警告 畢竟哈馬斯人是西方國家眼中的恐怖組織 沒有想到加薩死傷 歐盟本月初也提出警告 畢竟假期要特別當心恐攻風險 體會選中不倒 好 先前以色列入侵加薩的時候 也被外界痛批 怎麼會攻擊醫院呢 而現在其實在北加薩的阿萬德醫院 他們的院長終於就坦承了 其實他跟數十名的員工 早在2010年的時候 就已經加入了哈馬斯組織 而現在以色列又在北加薩 發現了一條哈馬斯的地道 這一條地道據稱呢 他是可以通往哈馬斯領袖辛瓦 身邊一個重要高官的住所 但是到現在辛瓦還是不見蹤影 以色列士兵圍住瓷磚地板細細觀察 因為這裡又是另一個 通往哈馬斯地道的暗門 一掀開馬上有螺旋梯 另一個地道則是用垂直階梯往下 同樣別有洞天 從梭石攝影能看出地道挖得很深 走到底部還能看見十字路口 設有哈馬斯監視器 轉彎後還有防暴門 至於螺旋梯的地道 根據以軍說法 是通往哈馬斯領導人 辛瓦侍衛官的秘密住所 地道位置就藏在加薩城 巴勒斯坦廣場附近的學校 哈馬斯在拿學校名宅當掩護 就連左手邊的一個停車廠也是偽裝 你可以看到這裡 深深深的地道 在這幾個月內建造了一堆壁 你可以看到這裡的升降 重量升降 你可以看到那裡的電話 跟通訊息 有挖到一半的地道入口 和滿滿的建築材料 最擔心這麼多的地道 都只是冰山一角 也無法百分百確定 領導人之一 辛瓦是否還躲在其中 這是以軍先前搜索 北加薩阿萬德醫院的畫面 這間醫院的院長之後 坦承自己和數十名員工 都是哈馬斯 在同一時間南加薩拉法地區的醫院附近 也還不平靜 以軍又對該區展開空襲 現場民眾驚慌逃窜 許多人受傷送醫 我們每個人都說 每個人都要離開 車子都要離開 他們都要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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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存民眾在驚恐中求生存 繼續活在水深火熱當中 就連小孩都得拿鍋碗瓢盆 大排長龍 領取勉強能衝擊的食物 雅薩拉人期待二次停火 但目前看來 伊哈還沒拘捉 伊斯莉盆 雅薩拉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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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坦克開炮 繞道成本大幅攀升 美穎等共十國現在說要組成海上聯軍守護安全 不過燕門叛軍還是繼續挑釁 嗆瞎若敢對他們出手 必定報復回擊 編新聞綜合報導 受到入東首波寒流影響 來看到的是在日本海 從北到南都受到暴風雪的侵襲 尤其是北海道 這公車一停止就是五天 而另外在南韓呢 來看到首爾的體感溫度 居然只有零下25.8度 這也讓民眾說 感覺好像是在冷凍庫裡面 南韓街頭民眾包得緊緊的 厚重羽絨衣全部穿上身 因為實在太冷了 全國各地都出現 涉事零下的急凍低溫 周爾也冷到令人受不了 溫度下灘到-14度 但由於寒風陣陣刮來 體感溫度竟然是零下25.8度 C 居民都說很像受困在冷凍庫裡 甚至還傳出多地的水表 凍到壞掉 不止如此 為在南韓最南端的激州機場 受到狂風暴雪影響 導致上百架航班取消或 污點估計影響七千五百多名旅客 同時海上交通也被中斷 烏龍軍和機上部機場 據說 昨天晚上19日半 昨天晚上4時 烏龍 烏龍 有23.7cm的 零下 但在附近海上 風浪主義部和 風浪主義部 降空主義部 從北方的北海道到南方的九州 通通受到暴風雪襲擊 知名景點 岐富縣白川村降雪量高達52公分 變成一片銀白世界 連日降雪更是在北海道造成交通大亂 當地的積雪量已經達到往年的三倍 路面被厚重的白雪覆蓋 有軍民因為公車連續五天停駛 甚至連去醫院看病都成問題 叫個計程車都得等上一個半小時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好我們剛剛看到 日本跟南韓都受到寒流的影響 他們都下起了大水 我們今天線上也邀請到旅居北海道的 台灣人周麗婷來到線上 幫我們分享 麗婷你好 那你好主管好 好想要請教麗婷 因為日本氣象體也形容 這個寒流是日本10年來最強 因為像是連南方的九州 都好像有聽說有下雪的狀況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形容呢 那這一波寒流有沒有造成 哪一些比較罕見的狀況 是 沒錯 這一波寒流其實真的蠻強烈的 那其實不只是在北海道 我覺得應該是從全日本的天氣來看的話 會覺得感受更明顯一些 因為北海道其實平常就蠻冷的 所以其實 老實說對大家來講 好像氣溫上的感受沒有對比那麼強烈 但是其實像九州地方 就是他們那個今年啊 降雪就大概比平常來說 提早了一個月 初雪就提早了一個月 然後像今天的話 我早上有看這個新聞 它積雪是有7公分厚 所以說 今年這幾天這個寒流來說的話 感受上是真的蠻來的措手 不及對像九州這種平常 可能雪量沒那麼多的地方 那我也有聽說在那邊住的人 他們可能就是因為突然下雪 而且雪還下的蠻大的 所以他們就必須去準備這種雪劇 就是所謂像我們北海道 大家一定都會有的雪靴呀 或者是防滑的一些裝備啊 外套 他們就得趕快去找 那什麼冰爪什麼來就是應付 對 所以就是還真的是來的 來的還蠻突然的 錯 那因為其實在北海道 昨天也有出現零下24度的低溫嗎 這真的還蠻低 因為其實我看好像也有蠻多 學校是停課的 所以想要請教麗婷 這幾天 你剛剛說雪真的還下的蠻大嗎 對生活有沒有造成 哪一些比較不方便的影響呢 對回到北海道的情況來說的話 因為其實我是住在札幌市區啦 所以當然那種 比如說停課的狀況是比較沒有這麼嚴重 但是呢 像是以北海道人來說的話 這種像電車停駛這件事情 基本上大家都會有一個到冬天的時候 大家都會很提高警覺 因為只要雪一大起來 就是很有可能隨時停駛 那就是隨時會公告說 現在哪一個線就是延遲或者是停駛 那以札幻平時的溫度來說的話 其實比起去年同期 我說今年的話算是暖冬 那當然大概前兩個禮拜 看起來的話都有零度左右 那這兩天真的就是有突然稍微轉冷一點 那就是大概-8-5度左右 體感上的話大概就是-9左右吧 零下9度左右 那雖然說這樣聽起來大家 可能台灣的大家會覺得很冷 可是其實跟去年比起來已經算很溫暖了 像今天白天一度有到好像零下兩度嗎 就是跟朋友說哇今天很溫暖 那但是呢就是因為這樣忽冷忽不冷 就是有時候會跨越那個零度 所以地上的積雪融了又結冰 最後就會變成一個大型溜冰場 所以對我來說我覺得生活最困擾的事情就是 但是因為真的太滑了 我這禮拜已經滑倒兩次了 對啊 所以其實就感覺 這應該是對我最切身的一個不便 對 就是這個零下這一兩度 我們聽起來這麼冷 原來對北海道的人來說 它其實是習以為常 而其實就像麗婷剛剛講的 今年是屬於所謂的暖冬 因為其實像2019年的時候也是暖冬 那時候在北海道呢就有發現說 棕熊獵捕的數量創歷史紀錄 因為他們東眠的時間也相對往後延 而且菜價也不斷的波動 想請教麗婷 今年有沒有發現也有這樣的狀況呢 關於菜價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可以從今年夏天的時候 就來開始講 就是因為夏天的時候 今年哇 北海道的夏天也是超級熱 因為平常我們北海道的租房的話 不太會有冷氣的 因為我們最熱頂多也就一個禮拜 那結果今年呢夏天熱到 我是身為一個台灣人我中暑 然後就是我去買菜的時候 會發現很多菜是買不到 不然就是比平常漲了大概50到100日元 那那個超市就會貼一個就是告示說 因為天氣也熱的關係產量變少 那到了現在冬天之後呢 雖然說就是 價格浮動沒有說太明顯太劇烈 但是真的菜的種類就是 供貨比較不穩定 對 那至於說熊攻擊的部分 真的是 今年因為這個冬天 這個天氣實在是太難捉摸了 那真的今年暖冬 所以那個熊冬眠的時間也比較晚 那他們就可能要找食物 他們要吃飽才能睡嘛 所以就最近還蠻多這個熊攻擊的事件 包含前兩個月有一名就是北海道大學生 他自己去登山 然後就就是不幸被攻擊 就就身亡了這樣子 那其實不只在北海道的種熊 其他地方包含東北地方的熊 也就是就出沒在比較人劇級的地方這樣 所以連電視節目都有特別做一個特輯 就是告訴大家說 今年就是熊襲擊的事件真的蠻多的 那去告訴大家說遇到熊要怎麼辦 或者是說提醒大家要注意 有這個樣的狀況這樣 那這個我要幫觀眾朋友示好 還有我自己也非常好奇 要問你這個問題 就像這麼冷 雪下這麼大 你也說一直滑倒 那他說好奇北海道人 這時候的休閒都是什麼呢 休閒啊 就是所以北海道有一個最 我覺得最好的地方 就是車站附近都是地下街 那地下街非常溫暖很熱 就像我剛剛才從地下街回來 我身體裡面都是汗 那再來就是滑雪了 了解就是逛街滑雪 就是北海道人冬天比較長的休閒娛樂 那我們也非常謝謝麗婷 今天來到線上幫我們進行分享 謝謝麗婷 謝謝 好了我們來看到的是 入東首波寒流 當然台灣也感受很明顯 而太平山在今年也降下了 入東的第一波的降雪 狀況如何呢 帶你來看 來到太平山當然要搭乘蹦蹦車 尤其這一次剛好碰上雪景 你可以看到這裡來說 真的是非常的美 宛如是仙境一般 讓手機拿起來就拍個不停 搭太平山蹦蹦車 沿鐵軌看到樹上頁面都結冰 每輛蹦蹦車都在將近百位旅客 一路上欣賞白茫茫雪景 還有旅客來慶祝結婚週年 很幸運今天剛好是最後一站 我們這次環台旅行也是慶祝 我們估計30週年紀念 剛剛我們是坐在蹦蹦車上 而現在已經下車距離3公里遠的 茂心車站這裡 一個多小時車程來到茂心車站 到觀景台上開心拍照聊天 但也有人繼續上到翠峰湖步道 白雪世界更加壯觀 山上緯度高天氣也更冷 衛生衣 毛線衣 羽絨衣 小的羽絨衣還有大的羽絨衣 這樣才四件而已 我覺得今天的行程也是差不多 因為真的很冷 在翠峰湖步道這邊 溫度是比太平山莊還要低 因此以往我們看到在這裡 會有很多人直接就把露營車 開上山來這邊等雪 不過我們現在這邊 可以看到完全是沒有任何一台露營車的 以前在翠峰湖上很多遊客 來偷偷露營 不過這裡一直來都是禁止露營的 這次因為下雪又更嚴格加強取締 不過美麗雪景要看要快 水氣上是明顯的減少的 所以今天只有東半部大海北 有些零星的降雨 雖然最冷的時間已經過了 但是溫度回升的幅度 還是比較慢的 目前海流持續減弱 但入夜後還有第二波低溫 氣象鼠也說 週五晚上到週六清晨還是很冷 週六白天雖然有小空檔 週日晚上又有一波大陸冷氣團 週一氣沉是最冷 不排除北部空曠地區出現10度 11度低溫 從下週開始甚至部分地區 回溫的溫度可以來到10到20度左右 遊客嚇到驚聲尖叫 因為好幾頓重的挖土機 就跟溜滑梯一樣迅速衝向人群 大陸湖南風景區由於道路結冰 導致挖土機失控衝撞 結果一名女子閃避不及 當場被撞傷 狂風呼啸 大雪紛飛 路邊每輛車都覆蓋上厚厚一層雪 不只山東微海出現一片極地景象 位於東部的文登區 積雪深度也超過74公分 打破當地和山東省降雪歷史記錄 這位仁兄出門忘了關窗戶 結果一回到家 客廳和廚房竟然積雪成災 這類東北居民的雪國日常 現在連南方民眾也感受到了 那像我手邊的這條小河呢 像我手上的這個石塊丟上去 基本冰層也不會破裂 雖然陽光普照 但寒風騷騷 刀刀刺骨 迎來四十年最冷冬天的上海 二十二號清晨 市區氣溫零下四度 郊區零下七到五度 再度刷新下半年低溫記錄 前一段時間十一月份的時候 天氣感覺到 根本不像近冬天的感覺 這一下子冷了 人體就感覺到有點吃不消 寒潮天氣發威 瀋陽出現零下二十八點二度 創新低 另外蒙古呼和浩特二十九點一度 也打破一九五四年的零下二十九度 歷史記錄 中央氣象台統計 今年冬至前九天 大陸全國均溫 比往年少了1.2度 幸好冷空氣逐漸減弱中 後期我們將會迎來一輪大回暖 那中東部很多地方 今後一周時間的這個回暖力度 可能達到十到二十度 氣象專家預告 除了中東部還會再冷三天外 未來幾天 中國大陸全國天氣將渴望大幅反轉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好我們剛剛看到中國大陸 受到這一波冷空氣影響 真的感覺滿冷的喔 那我們今天中國觀察 我們也邀請到特派記者 韻文來到現場 幫我們分析韻文好 韻文好 大家好晚安 好韻文想要請教 因為這一次中國大陸的冷氣團 寒流影響到他們 那相對來說比較南部一點的廣東 先前上一波上週他們有一種 一夜入冬的感覺 這一次是不是感受也滿明顯的 應該說這一次是比上一波寒流 更加的明顯 今天是冬至嘛 他們說廣東的冬至 今年呢是史上最冷的一個廣東的冬至了 我們居然看到這張圖記看得出來 是在上一波寒流的時候呢 當時是上週日是12月17號 當時呢在廣東的北部 就是韶關跟清遠地帶呢 都降下入冬之後第一場雪 然後呢在市區的深圳福田 是來到了8.8度 不過呢第二波寒流發威的時候 就是12月20號 就變成的是晴冷的空氣 那大範圍的都是低溫跟冰凍 並且在廣東的這個北部 跟株章三角洲北部的縣市呢 都出現是2到5度的低溫 再來是昨天這個廣東北部的地方呢 就是來到是0度到4度 而且高寒的山區 是來到了零下4度到0度 看到這地方這個0度線 最低氣溫的0度線 已經是南壓到華南 嶺南地區了 來到廣東的北部 都出現到了0度 這樣的一個情形出現了 那在今天來看 今天是呢 這今天的廣東北部這地方呢 氣溫是更低了 來到是有這個 零下1度到3度左右 而且在山區是零下5度到零下1度 甚至呢這個在市區的深圳這裡的 最低溫是來到了7度 是比上一波寒流還要冷的情形了 是的確 這感覺好像真的滿了 因為我們大家印象中的廣東深圳 相對來說 感覺是比較溫暖的 對而且比台灣還要南部一點點 是的確是還要再南部一點點 那麼其實接下來 耶誕節快到了 很多人可能有出國打算 也有人可能覺得 近一點想要到香港來過耶誕節 想要請教韵文 香港今年耶誕節是不是會非常有冬天的味道 應該是滿有feu的啦 我們就也看到說這個地方 香港呢在山陣旁邊呢 在香港地方 它其實同樣也很冷 而且呢氣溫是跌破了10度的低溫了 我們就來看到呢 就是因為這個季風影響之下 華南延岸整個都是多雲乾燥 而且天氣寒冷的情形 白天的最高氣溫只有12度 所以在華南地區 香港的最高溫只有12度是白天的情形 那再來看到是根據香港的天溫台公佈 他們預估呢本週末 就是平安夜的時候 會持續是寒冷的天氣 預計會到下週的中段氣溫才會回升 所以同時呢 香港是發出了這個寒冷的天氣警告 在高地可能會有結冰的情形 以及呢會有強烈的這個季後風的訊號 是吹這個偏北風甚至達到裂風的程度 以及呢他們是發出了紅色的災害危險警告 所以看得出來 他們認為這波寒害可能會影響會蠻大的 那我們就看到在今天的清晨 這個香港的最高峰大茂山 又稱之為是大霧山 它的海拔是不到1000公尺的 只有957公尺 但是已經是來到是零下1.4度的氣溫了 所以打破這個蠻低的紀錄 再來是這個比較靠近深圳的這個新界區 氣溫呢是只有7度 以及呢在新界的這個是北部的地方 這個東部的沙田區 是填海新市鎮 氣溫呢只有7.4度 以及在新界的這個就是他們東部的地方 這叫做達古嶺也只有6.3度 都是不到10度的低溫 所以可能對香港來說 過這個Christmas可能就有Feel了 是沒錯所以提醒 如果接下來下禮拜 有要去香港觀眾朋友 要多穿一點了 對 那這麼冷的天氣 當然也非常適合吃完熱湯圓 應景冬至喔 所以大家回去也可以吃完熱湯圓 那我們也謝謝韻文今天來到節目現場 幫我們進行分析謝謝韻文 謝謝幸運 謝謝大家 好了我們來看到的是 大家知道中國大陸跟菲律賓 最近在南海的局勢 可以說是非常的緊張喔 而大陸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 他更說了兩國的關係 來到了所謂的十字路口 警告菲律賓務必要謹慎行事 而菲律賓的總統小馬可是呢 他說絕對不會屈服於脅迫 而且他們的空軍也花了30億台幣 向日本來購買四套的空中監視雷達系統 眼前這座巨大白色圓頂建築物 就是菲律賓向日本購買的 第一座空中監視雷達系統 也是日本2014年放款武器貿易禁令以來 第一次出口整套防禦系統 菲律賓空軍總共花了55億批索 相當於台幣30億元 購買三座固定式和一座移動式 空中監視雷達系統 20號已經在呂宋島西北部正式啟動第一座 其他的系統預計將在未來兩年內建設 有軍事分析師預估其中一座將設置在靠近台灣的呂宋島北端 而這全都是要提高菲律賓監控南海區域的海空活動能力 劍指大陸一位濃厚對此北京這樣回應 中非關係已站在十字路口面臨何去何從的選擇 非方務必要慎重行使 小馬可氏還誓言要加強軍事現代化 就在中非兩國關係降溫之際 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宣布 主席布朗已經和大陸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長劉正麗會談 代表中美在去年裴洛西來台軍事斷線後 這回終於恢復通話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中國大陸發生了誇張的醫療問題 在廣西有一家眼科醫院 因為雙方手術台上疑似溝通不良 醫生當場垂打患者也導致患者術後失明 眼科手術台上醫生竟然粗暴地旋擊患者頭部 不用聽不用聽 微博上曝光這段發生在2019年的醫療暴力 事發醫院是中國大陸連鎖的愛爾眼科 在廣西的桂港分院 指導的醫生是兼任院長 患者因為左眼白內障看不清楚才進行手術 沒想到手術後左眼失明 該醫院聲明CEO被免職院長停職 但是聲稱因為局部麻醉患者人不舒服 伸手試圖觸摸眼部 但是眼部周遭是手術的無菌區 一旦觸摸可能發生感染 患者聽不懂普通話多次提醒無效 醫生為了避免發生危險 情急之下粗暴地對待患者 調查組認為不論是什麼原因 醫生都絕不可以粗暴地對待患者 中國當中醫療問題 廣東還出現假藥酒 一對海馬只要約120台幣 受害者喝了兩年 才發現是塑膠製的假海馬 陸媒指出一對海馬這場行情 至少200人民幣超過800台幣 天冷喝藥酒進補 得注意藥酒購買來源 TVBH雄章章 陳永文綜合報導 在昨天海湖潛艦有官兵落海 而有三人到現在還在失聯搜救當中 而當然今天了海空 陸海空持續的大規模來進行海搜 而海軍也初步調查 到底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主要就是因為海湖艦隊 他們在潛航的過程當中 突然發現救難的浮標蓋鬆動了 所以他們的艦長才會下令 要浮出來浮航 那麼就派官兵到甲板來檢修 沒想到受到擁浪的影響 這個安全所變形鬆脫 所以才導致六人落海 海軍三名官兵落海下落不明 軍方出動搜救機 空勤總隊也出動直升機搜索 五艘軍艦 三艘巡防艦 和兩艘巡防艇 持續搜索不放棄 因為碰上寒流低溫 救人可不容緩 海軍原本說是官兵的安全所撕裂 後來強調安全所沒有斷裂 而是變形鬆脫才導致人員落水 而十一號中午 海湖艦正在進行潛航過程當中 突然發現救難浮標蓋板鬆動 艦長下令浮航 派出官兵到甲板檢修 當時共有三梯次登板 第一梯次兩人進行檢修 但永浪打來 兩人不勝落海 第二梯次大約五六人上甲板救援 但救援人員也被海浪打落 前後六人落海 再派出第三梯次人員搶救 總共十一人登上甲板 結果三人獲救 三人失蹤 獲救的三人 二十二號清晨才抵達本島 其中有五名官兵緊急送到海總急鎮 四人差錯傷沒有大礙 不過有一人手部骨折 疑似在船艙中受到劇烈撞擊 需要緊急開刀 二手的第三指的開放性骨折 第四指的閉手性骨折 需要接受手術 局方強調落海的官兵 都有穿新式的救生衣 陸海空全面出動救援 分七大區塊搜索 每四小時依陽流及潮汐變化 調整範圍 欲時間賽跑 期盼能盡速找到失聯的三名官兵 去VBS新聞 埃昭賢 高雄報導 好 前些官兵意外落水 我剛剛新聞裡面有講到 當時他們其實是在檢修裝備 但是軍事專家就質疑說 這個安全裝備真的會說掉就掉嗎 另外海軍艦隊之前 在昨天的時候也說了 這些官兵當時遇到10米高的大浪 所以才會導致他們被打落 但是其實根據觀測站顯示 當時的浪高大約只有一公尺左右 那麼其實國防部長南下 在探視官兵的時候他也說了 還會決定照常演練 絕對不是陳皮膚之勇 海虎潛艦官兵落海同袍搜救中 大浪晃動船身 劇烈撞擊也受了傷 國防部長抽國證 事發隔天前往醫院探視 四名海軍住院修養 其中一人手部骨折 需要開刀治療 家屬都已經到院陪伴這一側 後來照X光斷層四名 可以活動嗎 在例行性的演練中驚險落海 軍方說是突然遇上 10公尺高的湧浪 根據當天附近觀測站的數據來看 風速約三四級 浪高約在一公尺左右 但21號冷氣團南下 氣象專家表示 海面風速增強 再加上海湖潛艦浮出水面 浪花拍打下的確有可能 會激起10米浪花 原本海湖潛艦一直潛在水底下 艦長發現裝備脫落 才立即向上浮 並派員登甲板檢修 大浪來襲 六名官兵意外追入海中 其他同袍也下海救援 潛艦本身是很光光滑滑的 就跟你飛機來講話 怎麼這樣飛機 某樣東西掉下來 你在高空飛飛一樣東西 這些感覺好像這個潛艦 有點滴滴落了 可能會把這個蓋打開 打開讓這個浮標出來 艦長可能就好像考到 最後會對將來 航行可能會有影響 所以要做一個 把上一個搶修 軍方澄清浮標是飄出來的 並非脫落或是損壞 不過不只軍方急著找人 家屬更是著急 海軍官兵的親友 請鄰員漁民幫幫忙 在海面上斜巡穿著 紅色助身衣的人 天文一出 簽名網友留言集氣 為三名失聯者祈福 TVBS新聞 艾長行鄰家 野生小組高雄報導 來關心政治消息 2024大選倒數三週 經歷上週的首場政見會之後 現在TVBS的最新民調 也出爐了 侯康佩跟賴蕭佩差距 只剩下一個百分點 我們來看到TVBS 今天的最新民調 民進黨的賴蕭佩支持度 是33% 對比12月12號公布的民調 民進黨的組合 支持度下滑了3個百分點 而且當中50到55歲的支持者 掉了7個百分點 另外我們來看到侯康佩 這個支持度維持32% 跟上一次公布的民調是持平的 但是當中50到59歲的年齡層 支持度增加了7個百分點 至於民眾黨的柯銀佩呢 民調是24% 而且其實跟上一次比呢 增加了2個百分點 年輕選民的支持度也上升了 20到29歲增加了7個百分點 而現在呢 當然選舉接近了 候選人都非常努力的在跑選舉行程 我們來看到民眾黨總統候選人柯文哲 他今天是沒有公開行程的 但是接下來在明天呢 他就要回到他的新竹老家來造勢 晚上還要趕場到高雄參加三分大造勢 而今天呢 國民黨的侯友宜 也回防自己的老家鄉嘉義 剛好民進黨的賴清德環島 在今天也抵達嘉義囉 雖然雙方是王不見王 但是平常叫自己的意味很濃厚 而且侯友宜甚至找來民進黨的前議員 幫忙站台 回到出生地嘉義僕子掃街前侯友宜 有話要對已故父母說 代替父母向在地鄉親道歉 因為有交代不辦喪事 回到家人安眠的地方 侯友宜除了傷感更要力拼嘉義翻轉 畢竟連前民進黨及議員都來立挺站台 有誰壓力 沒有壓力 他是我國小 國中 還有我是靈機的同學 政治是一世的 做人是英文的 所以我是絕對這道路是 無論如何絕對要走出來收聽 前民進黨議員黃文豐是侯友宜的老同學 不只發加油棒立挺 同樣也是民進黨的老婆 更擔任侯友宜的掃街麥克風手 只是妻子和現任議員女兒黃英俊 黨籍目前都被停權中 而黃文豐目前沒黨籍也說 若黨要處理他尊重 有他黨相挺 侯友宜氣勢滿滿 侯友宜回到家鄉鋪子來車掃 可以看到現場非常多的民眾來立體 那麼今天嘉義其實很熱鬧 上午有總統蔡英文 還有行政院長陳建仁 下午對手賴清德也在這裡造勢 民進黨賴清德環島拼圖 也是來到了嘉義太保 當然也是帶著當機的 令委候選人一起上台 除了要鞏固基本牌 也是希望可以擴大支持度 更是兩人隔空造劑 意味相當冷厚 先前發好雨要贏猴本民區10萬票 但現在各家民調看來有拉鋸趨勢 又有黨籍前議員倒戈 我抱歉 黃文豐的黨籍問題 因為之前這個黨部 事實上都已經有做相關的一些 一些收證怎樣 至於他今天又做這樣的表態 那我想這個地方黨部 應該會做妥事的一個處理 看來綠營在嘉義也不能太掉以輕心 你們會上去嘉義藏不倒 我們來看到近期不少總統候選人 都陷入了土地的爭議 那麼民眾黨總統候選人柯文哲呢 他被爆出農地違法使用之後 柯文哲動作非常的快 他在今天呢已經派人進場 開挖水泥塊 而過去在2009年到2023年 這一塊農地農舍和停車廠收租 一共是120萬元 柯文哲也說會全部捐給 新竹市政府的社會局 而另外呢同樣就是賴清德 他的萬里老家陷入了所謂的 這個違建的爭議 賴清德日前也說 要把老家信託捐出來 當作是礦工生活紀念館 他一說呢 民進黨又立刻喊話侯友宜 覺得侯友宜也應該要捐出 他在文化大學附近的大群館的房產 但是比較特別的是 其實最近網路上有一個議題開始發酵 也就是很多開始出現所謂的 礦工後代的新生 甚至像是吳念真 他也是出自礦工家庭 他在2019年的作品 也突然被分享轉發 礦工專注的工作神情 透過藝術家凌望的手一一呈現 因為身為礦工之子的他 跟礦工有著深厚連結 尤其聽到賴清德 要把老家信託捐出當博物館 更立刻送上創作 賴副總長他說這個要捐出來 當那個紀念館 那我非常高興就捐出來 如此積極或許也是當年 父親內背的辛苦 他認為不能忘 在裡面是很危險的 幾乎跟作戰一樣 你如果沒有時候互相照顧 那生命是非常危險的 礦工後代的現身說法 似乎也讓民進黨抓到反擊點 同樣出自礦工家庭的 吳念真其2019年的創作 網路突然瘋傳 包括走把刀 也說是模模糊糊的看完 分享轉發 吳念真已要死 也要先吃一段保衛題 講述小時的家評 罹患中而言 沒錢看醫生 全家值錢的只有父親的手錶 另一頭陳其邁跟進賴清德的腳步 要侯友宜捐出大軍館 像侯市長的大軍館 這個也很難想像說 只有99個門牌 那到底是不是能夠 更加的貼近民意 那我想這個標準是一致的 一個是既存違建沒有繳稅 一個是合法的建築 而且還有開發票繳稅 到底是非對錯 我相信大家已經看得很清楚了 自己要當神隊友還是豬隊友 指示侯伴大三陳其邁時 自家黨員卻跑到北檢控告趙少康 只拿出辭職書 就等於辭職生效 要趙少康別再拖 這又是哪種隊友 藍綠角力還有自家人也參戰 齊比別新聞劉力全去煥柔 台北報導 台中北屯有居民不滿 本來台電說明天也就是周六要停電施工 他們還提早應應 有人買了發電機 有人還特別把活動給延期 結果台電突然又說停電取消 一問之下才發現總統蔡英文要來幫忙助選 所以台電才縮小了施工的範圍 不過居民就不高興 覺得說一個地方一個市場 有攤商要停電 有的不用停電 覺得怎麼不統一呢 家家戶戶門口被貼了一張紅單 提醒12月23號停電要及早準備 有藥局因此將當天樂嶺活動延期 還有店家買了發電機因應 不過幾天後突然出現轉折 這裡是台中市北屯區四張梨附近 居民說總統蔡英文12月23號下午 要來幫民進黨籍立委候選人站台助選 不能沒有電 台電早就訂好的停電維修計畫 被迫取消 而12號下午活動現場 開始搭舞台與棚架 不過本來說好的停電區域 卻被一分為二 同一個菜市場內有些攤商要停電 有些不用停 居民說市場內有兩條不同線路 一條走水南路線路 另一條是跟造勢活動現場 這一處公廟一樣走昌坪線路 所以以昌坪線路為主的店家住家 取消停電 但水南路線路的還是照常停電 不過許多民眾根本不清楚自己家 或店裡走哪一條線路 不確定週六是不是也取消停電了 應該也是違安問題吧 要嘛就一起停 要嘛就不要停一點點嘛 那一邊停一邊不停的 我就覺得奇怪 怎麼好像總統來就可以不用停 有人批一地兩制 也有人緩家 認為總統要來 違安相對很重要 當然不能停電 台電則解釋 當地的停電是為了更換自動化開關 本來只有一兩戶反映 希望更改施工日期 後來是接獲了廟方來電說要辦活動 考量到活動涉及作業安排 時程跟動員的人力規模廣 活動改期不易 所以台電決定才分段施工 縮小施工及停電範圍 TVBS新聞 廖文漢洪彩倫台中採訪報導 民眾黨前秘書長謝立功 他日前開記者會喊話 柯文哲進辦的總幹事黃珊珊 應該要訂下兩項的KPI 第一項就是柯文哲總統票數要拿到第二名 第二個是不分區立委席次要超過八席 如果這些都沒有達到的話 黃珊珊就應該要主動的來請辭 對此黃珊珊就回應了 如果真的要訂KPI的話 應該要訂在第一名 而不是第二名 民眾黨的記者會上大談居住正義 還邀請長期關注都根的 歐爾斯都市改革組織秘書長彭楊凱也出席 只是同時主席柯文哲 卻也爆出農地未發使用 賴清德副總統 從2023年的9月6號 一直到他宣布要用公益信託 應該是前天的事情 所以這個由此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柯主席面對這個外界所關注的爭議 我們向來是這個面對問題解決問題 蔡英文他因為被選總統的時候 被質疑說他家族他名下有很多土地 當時的柯文哲還沒有當選 當選了市長也出來告訴大家說 這個一定是家族買的 應該不是蔡英文自己買的 他也幫他還家 繁咬綠營才是不正義的那一方 黃珊珊跟易當年 柯文哲如何聲援蔡英文的家族財產 暗算民進黨不厚道 選戰操盤手瞄準綠營 是否也因為被自家人謝利公公開批評 扶損不力 且更被下站鐵 若柯文哲得票未達第二名 或民眾黨不分區未有巴西 做得請辭立委 亦是負責 說好的團結看起來高層間心有千千結 最近發生很多起脫英中心虐兒案 不過家長想要調監視器的時候 業者都說故障沒有辦法看到畫面 所以現在衛福部規劃明年要廣設 所謂的拖英監管雲 可以把這些監視器畫面保存影像30天 但是現在藍營立委以資安疑慮呢 凍結全部的預算也遭到民進黨的抨擊 不過現在時代力量也跳出來說 其實這一個法案的預算呢 藍綠白各黨其實都曾經一度阻擋 保障員方也保障家長的這樣子的動作 那所以其實我們不能夠理解的就是 為什麼國民黨的立法委員你們全黨團 都要阻擋這樣的預算 包括對著國民黨控訴藍營卡 脫英監管雲這個系統預計明年建制 要求脫英中心的監視器畫面 都要上傳到中央雲端備份 但時代力量批綠營也耗不到哪裡去 你的案是要凍結1300萬 後來改成主決議 為什麼我要去支持啊 我們是主張2.6億要趕快去用 製作圖卡控訴藍綠白都曾一定程度凍結監管雲 例如藍營要全數凍結 民眾黨卡6000萬預算 民進黨則凍結2.6億元的 百分之51300萬元 雖然最後綠營採主決一方是通過 運算沒被凍結 但要求衛福部要跟業者溝通 今天卻因為各黨都在擋這個預算 都在凍結這個預算 就反而回頭來說 我是不肖業者的門神 我想這樣的說法完全沒有辦法接受 律營則回應要求衛福部開會溝通 哪裡不對 藍營的立場則遭家長痛批 但是你也有別的方法 很簡單 你只要加強機場 你只要加強去抽查 這事件發生之後 如果要上官司了 我們重要的關鍵證據 我們是沒有辦法取得的 家長都擔心各自外境 而引起更嚴重的社會問題 治安的問題應該是從治安的方向去做討論 而不是說把這個政策一再的這樣子否決掉 我是曝露在所有人 任何人 任何地方 誰會上去看我都不知道 老師的不安全感來自這 所有的孩子包含患尿布 可能他的隱私的部位都是裸露的 立法院日前最後確定是通過了托鷹監管雲 但人免不了超越一片政治攻防 DVS新聞出貨號樓聽聽聽聽不懂 台中有一名機車騎士 他說他在路上遇到多元計程車惡意逼球 而且甚至還在路上直接把他攔著停下來 當時計程車上還有乘客質疑 這真的非常危險 對此警方回應 在路上突然停車是非常危險 而且已經違規 將會依法開防 機車綠燈起步後方多元計程車緊跟在後 不斷逼近機車騎士試圖閃躲 但對方直接就在路中央將他攔停 依次開車窗怒罵了幾句隨即離開現場 事情就發生在台中中青路二段上 當時騎士網路上發文指控 多元計程車的駕駛太過分 竟然在車上還有乘客的情況下 惡意逼車 而根據騎士提供的行車紀錄器影像來看 當時他先跨越到了快車道 繞過多元計程車超車 接著對方扁緩車道緊追騎後 一路是追了超過五百公尺 將騎士攔在路中央 時機回到事發路段查看 車流量大 幸好當時騎機車突然停在路中 沒有任何人撞上 目前多元計程車的平台 只有提供乘客檢舉管道 要是非乘客遇上駕駛違規 可以向警方檢舉 而當時駕駛涉及多項違規 警方表示將會依法置單開罰 在台北市有女老師發現 她在如廁的時候 好像被人拿手機偷拍 當然了調查發現 是有校外人士闖入 那怎麼樣闖入呢 其實她是透過旁邊 興建的活動中心進入的 而另一方面呢 我們來看到在南投 也有老師被指控騷擾女學生 而且甚至這名老師還嗆說 要退休了 沒再怕 台北市一所學校興建活動中心 去年才正式啟用 如果不是學生 下午5點之後 這邊有對外開放 但是卻有外人 用這個方法闖入校園 學校委外廠商經營 5點後開放 偏偏這時還有社團 校隊在泳池活動 兩邊互通 不少家長都收到學校通知 注意安全 因為這名嫌犯偷跑進學校 還躲在女廁裡面 事發在這個月十八號 傍晚五點多 當時一名男子和警衛表示 要找老師 卻說不清楚是找哪位老師 被拒絕進入 後來她從旁邊的活動中心側門進來 並從連通道進到學校 還躲在旅廁內 當時一名女老師如廁時 發現被人偷拍 緊急通報校方立刻報警 活動中心跟學校有一個通道 可以直接連接 那會有外人直接進來 不要說老師被偷拍 小朋友 對 如果被外人帶走 對 其實是蠻危險的 學校已經要求委外廠商 改為六點再開放 並決定家長接送不入校 宣導看見陌生人通報 接辦行動 也會進行入侵演練 請警方加強巡邏 同為校園事件 南投一所學校 則是由班導師騷擾女學生 不僅傳來各種曖昧訊息 甚至曾經趁女學生 在保健室休息時觸碰她的身體 校方接獲學生反映 卻以選舉期間為由 此時為召開姓評會 加害的班導師更放話說 自己快退休不會怕 但學校表示 接獲檢舉隔天就召開了姓評會 第二天找老師說明 第三天就決定停聘 並未拖延 也會盡快釐清追究老師責任 TV的宣傳好不好 新北市土城有一家娃娃機店 遭人破壞了對壁 及業者透過雲端的監視器發現 趕快報警 結果呢 這個在門口把風的人 非常沒有意氣 看到警察來馬上就跑 把同伙留在裡面 娃娃機店裡一名黑衣男 急匆匆走出去 連包包都不要了 丟在地上 員警發現立刻追上前 將他攔下 警方盤問他態度不配合 和店家確認後 發現他就是剛剛撬開對壁機的嫌犯 一度想找機會開流 還是被壓制逮捕 十三號下午四點多 四十歲的盧姓男子 持破壞工具 撬開對壁機 再拿破壞剪 咔嚓剪斷鎖頭 像挖到金庫一樣 零錢源源不絕掉下來 多到剪不完 趕快叫同伙進來幫忙分裝 台主從監視器遠端看到 地上怎麼都是錢 嚇得報警 神信同夥一看到警察竟拋下朋友落袍 讓他獨自一人面對 監視人員到場勘查 發現嫌犯只花了不到兩分鐘 就將兩個鎖頭破壞掉 整台對壁機恐怕報廢 員警拿水桶接力 才將一地的銅板清點完畢 數量多到得借鼠臂機 花了一小時終於算完 高達七萬七千多元 兩名嫌犯是打零工的同事 靠人力仲介派案 一起工作一起刑切 看到警察卻沒一起承擔 這友誼的小船說翻就翻 TV新聞 吳俊仁錡新北市報導 警方逮到詐騙集團 沒想到這詐騙集團 嫌犯專門吸收白牌車司機 就載著車手去提款 而且一天酬勞高達七千元 車手提款之後 就直接在車上分贓 有如行動水防 多命警力包圍這輛白車 要裡面的人統統下來 駕駛和乘客還在猶豫 下一秒全部被拖下車 或許早料到這一天 三名嫌犯態度配合放棄掙扎 他們都是詐騙集團成員 背包裡被搜出 大把大把的千元鈔 這些都是被害人的血汗錢 光是身上就有三百多萬現金 歹人地點在新北市三重 一間銀行前 當時車手剛領完髒款 上車準備離開就被抓 詐騙集團在臉書LINE群組 騙被害人下載投資APP 一名女企業家 共匯款27次超過一億元 由於每次匯款金額太龐大 引發行員質疑通報警察 警方跟進一個多月 鎖定徐姓祖賢 他外出從不開自己的車 多搭白牌車代步 再吸收服務好的司機 包下他們的一天 日薪五到七千 從外縣市開來 還會補貼油錢五百到兩千元 走在最前面的就是徐姓祖賢 後面跟著三名收水手 和六名白牌車司機 司機們有人是房仲 有人在賣車兼職當司機 卻變成詐騙集團成員 負責在車手領款監控他們領錢 車手以領公司工程款為由 零貴提倡款一次上百萬 拿到後交給車上的收水手 收水會把獎金酬勞分給司機 再把車手踢下車 要他們留意訊息 下次再告知領錢地點 吸收了白牌車司機 斜槓賺外快 並依照LINE群組的指示 前往各地再送的車手 收水照水至各地的銀行 開立公司戶及零貴的提款 隨即上白牌車掩人耳目 白牌車變成分贓地點 猶如行動水房 司機斜槓在車手賺得快 被抓也很快 天氣了你有在用暖暖包嗎 現在有很多種 我相信有一種緊掛式 掛在脖子上保暖 另外還有貼在腳底的 但醫生就提醒 如果你有香港腳 或者是有發炎 長濕疹的病患 就不要用 另外醫生也提醒 暖暖包最高溫 可以到40到50度 所以不管是哪一種 最好還是要隔著衣服使用 天冷買來各式各樣暖暖包 溫暖身體 像這種大家常用的手握式 打開來和空氣接觸馬上發熱 除了暖手暖暖包 如果放在口袋裡或衣物裡 溫度可能到達40到50度 還有這種黏貼式的撕開背膠 可以黏貼不掉落 但最好要貼在一到兩層的衣物上 還有像脂肪比較厚的肚子等等部位 要避開眼周臉部和靠近心臟的位置 更不要直接貼在皮膚上 一時提醒暖暖包也有燙傷風險 它其實大概在4445度 其實就有可能會產生有燙傷的風險之餘 可是如果已經傷到在真皮層以下 那可能就是我們所謂的二度的灼傷 這個時候如果輕微一點點 也許就是微微的上起小水泡 還有細條型特殊款的肩頸專用 掛式暖暖包 標榜平均溫度42度 可以掛在脖子上也沒問題 但醫師說最好要隔著衣服比較保險 甚至也有出鞋墊型暖暖包 可以放在鞋底 但包裝上有特別提醒 使用時必須穿襪子 醫師說腳底皮膚比較耐熱 買不到鞋墊款也可以用一般暖暖包來替代 不過如果有香港腳皮膚發炎 濕疹脫皮的人最好不要用 市面上有許多造型暖暖包 像是印刷卡通圖案三眼怪的圖樣 或是暖暖包的造型就是一隻米奇頭的造型 但不管用哪一款覺得太熱 就要馬上離開 TV新聞宣布者曹真人 台北裁縫報導 好 大家講到法國應該都覺得非常嚮往 非常的浪漫 當然有時候在台灣沒辦法到法國 吃一些法國的甜點都會覺得自己感覺好像 到了那裡覺得有那種氛圍 但是現在在台灣有百萬訂閱的YouTuber就說 台灣有很多的甜點打著法式的名號 但根本其實在法國他就完全都沒有看過 這是最大的謊言 在台湾上的超市 這不存在 這不存在 不存在 除了台灣 對 對 我終於想到這件事 我終於想到這件事 我終於想到台灣 我沒有吃過一隻肉 影片上架後許多人恍然大悟 也有不少人直呼很中肯 分析其實像正宗的法式可麗餅 是軟皮的裡面通常會捲奶油 酷的夢時常找來國外好友一起品嘗台灣美食 他已經從法國來台常駐超過五年 並在上個月獲得台灣永久居留 愛台灣的他這一次受不了 希望大家別再誤會法國食物 儘管許多人突破盲點是偽法式 不過這類商品行銷手法也帶來更多習近度 TVBS新聞許家瑞紅一體台報導 TV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